這個範例等於是有個連貫性的 那我們從最早Java的部分 Java為什麼要特別把它獨立出來去抓網路資料 其實有的時候你在Java裡面可以抓網路資料之後 你確定OK了,你再可以把它直接移植過來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太確定說你那個抓取網路資料 那一部分OK,你就直接把它放在Android裡面 你會發現光Debug就是很頭痛的事情 到底哪裡出錯 有時候因為在Java裡面我覺得好處是因為它單純 所以它出錯會抓到Bug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而且比較容易你會發現它實際上就是把它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Console而已 Console看到東西那表示應該連線了 那再來第二個可能你要了解就是說 Java跟Android 就是Eclipse跟Android Studio 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點 這個恐怕你要把它記起來 有沒有就是如果說將來 Java的網路連線跟Android的網路連線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在Java裡面用的東西就那一些 但是我們會引用一個Java檔 有沒有那個Java檔是HTTP 然後Core有沒有 那版本可能我們用的是4.11的吧 後來呢在Android Studio裡面我們是自己搜尋的 OK 那那個在Eclipse裡面是我提供給各位 你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也是Import那個就是把它Add的一個External的Java檔 那實際上兩個概念都一樣 只是說一定要引用 那Android Studio裡面的引用方式 特別注意這個你可能要稍微要熟悉一下 這個一定要 因為這個將來如果你這個動作做不出來 後面怎麼做你都亂不起來 特別注意就是在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File裡面的Project Structure 這個應該都有 而且這個非常重要 你拆一個步驟後面你可能 想破頭你也是做不出來的 而且做錯了 像上次有同學 其實外一執行怎麼就掛掉了 因為你忘了去引用什麼 外部的Library 那如何去引用外部Library 答案就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Library 有沒有 那當然不是只有引用HTTP Call那個那個而已 其實往後 如果你要找相關的JAR檔 有沒有 相關的Library的話 其實都可以從這邊去找找看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去連線 到那個網路上面的那個 它有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資料庫 它會幫你去一些外掛裡面查查看 如果有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把它下載下來 我覺得這個還蠻貼心的 是沒有錯 但實際上你不見得一定要從 就這邊啦 其實外部你可以把它自動下載 再放進Library 其實也OK的 只是說這邊找我覺得是比較方便 它至少是幫你整合進來的 那之前Eclipse不是啦 以前Eclipse是你抓下來 那利用那個 Add的External的JAR檔 那個方式 其實到底是相通的啦 可是特別注意你要了解 到底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啦 我覺得你們要學習的 還是要把這個差異點 給稍微記一下 那因為這些東西說真的 你要把它全部記在腦袋裡面 其實是很累人的 那怎麼辦 建議像我的習慣 我會用圖有沒有 以後的話把file然後呢 再弄一個 我好像有畫一個圖給各位看啦 有沒有 這樣子 一個路線圖 然後將來的話呢 你就知道說 原來從這邊一直到這邊 就可以找到我要的東西了 然後我們去找到這個 有沒有HTTP 這個有個 我關鍵字是HTTP Core 它是隸屬於那個有個Apache 有沒有 the organization 就是它應該算是非盈利組織啦 那裡面的話它除了當然 有這個HTTP Core的JAR檔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一堆的 所以網路上當然這些Library 其實一樓框 也就是可以讓你去產生外掛 那你要像 要找到什麼東西其實都有啦 連線像那個連線各種資料庫的那個 韓式庫啊 其實這邊都可以找得到 你想要找的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只是說呢 要如何引用呢 當然你就是把它add的進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還有什麼 Android跟Java還有什麼地方差異呢 大家還記得吧 就是 最後你要Run之前 你要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什麼 Manifest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如果你這個Manifest檔 假如你忘了加一行程式 那一行程式沒加的話 那你就也無法去存取網路資源了 而且你加了這一行的時候 在安裝的時候喔 在手機安裝這個APP的時候 它會跳出來 你能不能讓這個User 就是 不是這個APP 這個APP能不能讓 讓它去存取你的網路連線 它會跳出一個訊息告訴你 那如果說你願意讓它存取的話 你就安裝 但是如果不願意的話喔 那你不要安裝 或者會有問題 因為它 這個APP它具有存取Internet的權限 那Java裡面不用設定啦 Java沒有這東西啊 OK喔 所以基本上有兩個 一定要注意的事項 不是說你程式貼了就沒事了 貼完 欸奇怪還是不能Run 通常都是這些問題 而且屢線不先啦 因為大部分同學當然都記得MVC啦 有沒有 現在每一次我們每次講來講去就MVC 但是除了MVC以外 可能你要去多做一些事情 才能夠連到網路 那未來這兩件事情做完之後 至少你連線網路的基本設定 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至於你要連到哪個網站 反正呢 網 就是網頁喔 網站其實是Open的吧 反正它走80paw嘛 它Open的你要怎麼抓 它也不會限制你 除非說你抓的太誇張 它把你列為黑名單 你要一直抓一直抓 一直抓 重複存局可能幾千萬次 或幾萬次以上 然後可能 就把你什麼 擋掉了 列在黑名單裡面 那當然不然的話 一般性的使用 是絕對不會有問題 所以也就是你要把它網路上抓下來 哪個網頁 反正你看得到的 就可以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切出你要的東西 放在手機裡面 所以一個公司的那個APP 如果它建立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你現在有網站 我就可以幫你變成一個APP 那你有哪一些東西要變APP 你可以告訴我 我還可以甚至可以來切案耶 可以把它變成一種商業模式嘛 你到處去跟沒有APP的公司問說 你們需不需要做APP 如果需要我可以很短的時間 幫你完成 你只要告訴我 你哪個頁面 要長得像什麼 但是你也可以有一些範本 讓他跟他講說 我有固定的模式 反正你就照我的模式 那照自己的模式 好處就是 你的時程一定是最短的 而且你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反正就照著版型嘛 對不對 模組化 很快可以交按了 對不對 那費用的話當然也可以比較低 如果他要什麼東西 那你就說 沒辦法 這個費用非常的昂貴 當然客製化程度越高 費用絕對越高 那我的習慣 我就反正固定這樣 一二三是讓你選 所以最好的方式 像麥當勞一樣 為什麼麥當勞 他現在已經沒那麼好賺 但早期 他很厲害嘛 你要哪個套餐 一二三 你不要告訴我不要囉嗦 剛開始喔 我去點餐的時候 我還想要問他一下 他還不太讓你問 反正你一二三 你跟我講 我就找錢付錢完成 換下一個 去旁邊等 對不對 他可以馬上嘛 對不對 那就像那個嘛 為什麼那個捷運 他可以這麼多人 因為他逼逼逼就過去了嘛 所以簡單快速明了 收費如果合理的話 我想喔 這個生意就來了 那能不能做 其實前提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嘛 你只要怎麼樣 懂得這個方法 只要有網站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手機的APP 那剩下就是美工啦 美工部分的話 當然也不要太離譜啦 看起來像 如果說他要比較好的美工 那沒關係 你可以找美工人員 幫他切版型 切得漂亮亮亮的 但是 這個樣子 羊毛粗在羊身上 你要沒關係 我可以幫你找人 可以幫你做得漂亮亮亮的 資料來源還是你的網頁 如果你網頁上有更新 那我這邊就更新 如果你有網頁上沒有更新 那我還跟你同步嘛 OK 那基本上 從這邊就可以延伸出去了 其實生意就來了 對不對 只是說看你有沒有想到商量 再來就行銷啦 如果你可以做出一些固定模式 然後呢 再去做一些 反正 這個叫領頭羊效應 反正有人做了之後 我跟你講 後面一箱 你不用去找 人家自動就來了 你只要找到一個領頭羊 可能是最大咖的 後面生意就來了 這個是我 我 這些年來得到的一些心得 領頭羊非常重要 各位應該都知道領頭羊效應吧 就像那個有個影片 就什麼 一頭羊從西藏還是哪裡 就那頭羊摘下去了 你會發現喔 所有的羊全部都摘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羊是盲目的 他不會 他就是跟著那頭羊 那頭羊往下摘 他也跟著摘 OK 所以其實很多 尤其在台灣 很多人其實消費都盲目的 對不對 使用東西也是盲目的 他不見得會知道說 那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意義 反正看到有人買 有人使用 就會一箱框 好像最近不是那個寶可夢對不對 你看好像在身邊沒有玩 寶可夢好像怪怪的 所以有個東西大賣 就是行動電源 因為我裝了之後 我發現三個小時的手機沒電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啊 現在賣那個行動電源賣的超好的 還賣到缺貨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有心要做一點點事情 能夠 也不見一定要是做大 做一個很大的投資啦 其實喔 軟體產業最好的好處 就是他的投資的成本 其實非常的低 最重要是人 腦袋裡面的東西 因為成本喔 欸沒什麼嘛 你頂多就是一些電腦嘛 設備嘛對不對 其他的還有什麼 你有know how就可以 你有一些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只要懂得做包裝 行銷 其實很多 你的那個case就過來了 OK 好 那第一個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如何載入外部的那個Library 第二個就是Manifest的設定 OK 第三個的話呢 那也許我們要把原來的M的部分 我是放在Stream裡面 所以呢 我們原來的那個 有沒有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會員系統的資料 本來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本來的資料是從那個 這邊 所以雲端特別注意 雲端上面的東西啦 未來我建議各位 好像還是有些同學 對雲端硬碟的使用 還不甚熟悉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因為他這個東西實在是 太好用了 我覺得啦 對我來說是幫助還蠻大的 而且裡面有太多的 太多的這個用途 那像這邊的用途 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啦 其實我不是說看哪一本書告訴我 沒有 因為我習慣用它 所以我就用它來做很多事情 那另外它有表單 所以如果你要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你可以讓它輸入表單填進去 手機一樣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前端輸入畫面 也不一定需要用那個 PHP或JSP等等 反正你就用它嘛 然後它也可以做需要 需要做的事情 除非說你那個事情是非常的客製化 好一定要做出比較特殊的效果 不然的話 我覺得啦 用它可以做出太多的東西 那你如果懂得結合的話 很多事情一下子做出來了 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 它怎麼樣去下載 那前面我們有講過就是說 主要是透過 有幾個Java 就是Java的URL 跟那個URL connection 等等這些東西 去把它下載 另外那個ORG Apache這個部分 我們是用HTTP的UTIL 這個 特別是這個UTIL 這個套件裡面 才可以連到Android 如果你將來在網路上看到有HTTP 電 它有個叫CLINE CLINE的套件的話 特別是這個如果有看到 叫CLINE的話 那那個已經器用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那個範例 你可以跳過了 因為那個一定是亂不起來的 你也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說把它複製貼到你的Android Studio 亂亂看 亂不起來 就不用浪費時間 但是網路上你可以找到 HTTP的範例 多到一個不行 幾乎都是耶 你們到時候可以 下個關鍵是Android連線那個 比如連連結網路之類的範例好了 其實很多都是用HTTP 那些都連不過 OK會馬上crash掉 那為什麼 請看官方網 Android的官方網 已經講了 我們器用了 請你改用什麼 UIL Connection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它一定就是要你用這個 UIL Connection 不過這個UIL Connection 是Java的啦 也不是那個Android的 不過未來我在想說 Android會不會自己寫一個那個 就是Android自己的那個 連線網路的一個class 那也有可能啦 但是什麼時候會出現不知道 目前的話 用那個UIL Connection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連線只是單純的網頁 如果說你要使用那個 Get或Post的話 我有講過了 UIL Connection 裡面也有 那個可以設定的那個 一個屬性啊 就是Set它的 你要連線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Set或Get 然後再去連結 連結的話基本上就是去下載這一串 那下載完之後再去切割你要的資料 這個是Java裡面的東西 那後來我們有變化出 做出類似像那個ListView裡面 那ListView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們主要也是一樣 最重要就是說呢 在這邊我們是建了兩個字串 那最重要就是說呢 去把它抓到之後 這個是利用那個GetResource 從那個SwingArray裡面抓 抓到之後的話呢 那其實最重要是放在那個 什麼Adapter裡面 我們有用了一個Adapter 去把它加進來 那等一下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 資料來源不是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SwingArray 這個SwingArray裡面 而是直接從雲端上面 幫我抓下來 並且放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ListView裡面 類似像長的像這樣 反正就把它丟過來 但是這個來源 不是從這邊 而是從網路上直接 就是那個雲端上面 直接下來 那下來之後先放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資料表裡面 再建一個Adapter 那Adapter的話也許就是 Simple的那個CursorAdapter 然後就把資料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當然這邊會顯示 也許兩個資料 一個是他的名字 一個是他的電話好了 但是如果我想要知道 詳細資料 那詳細資料可能有其他的 還有包含就是他的生日 跟他的血型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點擊他 他可以跳出什麼呢 跳出一個Alone Dialogue 然後告訴我 總共其他的欄位裡面 只要包含就是什麼 編號 他是多少編號 他是姓名 生日 血型 手機 那當然你按確定 他要回到原來的話 原來的畫面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等於是多出一些功能出來 OK 那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 我們是有一個叫 Seqlite2 我這邊是 有一個專案叫Seqlite2的Member 我們有多一個CH13的 那這邊的話 我是再把它多一個 或者你後面加一個2 CSV 的一個專案 那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那需要改哪些地方 待會我們就來看 實際上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 基本上 V的部分好像沒什麼改 反正就是照原來的吧 那 主要這個地方 V的部分 應該沒什麼動 Layout的部分也沒什麼動 Layout是做一些 畫出來 然後呢 比較大的差異是說 我怎麼樣把 這個連線網路的那一些東西 放在這裡 所以主要這邊Java這些東西 放進來 那裡面的話當然 什麼地方去設定連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可以先開啟那個 上次練習的那個 這個Member 不過我建議是你再把那個專案 複製一個好了 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可能改個名稱吧 叫做 這個Member 底線我這邊叫一個CSV吧 或者你再叫底線 UR 或URL之類的 可以連到網路上抓之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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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